玉里镇大玉里一处池塘在8号中午发生了一起男童溺水意外 一名海西男子带着一岁半的儿子在清理杂草 工作一会儿却发现儿子不见了 四处寻找发现这个小儿子居然掉入一公尺深的池塘 他立即跳水救援把人给拉上来 而溺水男童是一度失去了呼吸心跳情况很危急 还好路过妇人是一位护理师赶快对男童做CPR才救回了一命 玉里镇大玉里一处池塘2月8号中午发生一起男童溺水意外 一名海西男子带着一岁半的儿子在清理杂草 工作一会儿却惊觉儿子不见了 四处找寻才发现智林儿坠入一公尺深的池塘 他立即跳水救援拉人上岸 溺水的儿童一度失去呼吸心跳情况危急 还好路过的妇人就是护理师 对男童急救实施CPR才救回一命 消防局玉里分队获报立即派员赶底现场 到场时男童已经被救勤 虽然没有明显的外伤意识不清楚 但是能够自主呼吸 救护人员先将男童送往玉里农民医院急救 家属随后将人转送花莲慈禁医院救治 伤势仍在观察当中 患者现场仪式呈现无生命迹象 现场指挥官表示 共计有一名小儿患者呈现意识不清 无明显外伤有自主性呼吸情形 救护车到达后由救护人员接手 持续评估并给予救护处置 立刻转送玉里农民医院 详细发生原因上代调查 警方提醒家中对幼儿玩耍周遭环境要特别注意 池塘边坡都会造成小儿摔伤 坠落等等的意外 而依据儿童以及少年福利 与权益保障法第51条 6岁以下或有需要特别看护的儿童 不可让他独处或是由不适当的人代为照顾 违反者可处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的罚缓 并且接受4小时以上 50小时以下的亲职教育辅导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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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